柯文哲的案子呢 真的是如雪球般 一个月过去了 现在呢有更多其他相关人员等也被卷起来 但是这个叫做响眼言 好赛出了铁证 LINE对话记录等一下念给大家听 来看一下小平哥怎么说 首先是因为一开头 当然就是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城 容积率的这个弊案 然后呢当时候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呢 就非常关心这个案子的进度 所以就引发了 同党的桃源市议员詹江村 很不满 詹江村就质疑啦 钟小平是不是因为 以前疑似呢追求过 前民众党的桃源市议员参选人 也就是曾言杰民众党员 不成才会恼羞成怒翻脸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起事件的过去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告曾言杰詹江村妨害名誉 为什么钟小平要对他们两个人提告呢 好首先我们来看 他说证据就是他们的脸书发文 大家都有记录 曾言杰在脸书讲了十几条 他讲一次我就告一次 现在的法律是一罪一罚 好到底脸书写了什么呢 曾言杰先说啦 他说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他一样智障吗 就很夸张的一个失智老人 其实话讲的蛮重的 也不太好听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人的对话记录 首先呢这个是从大研的能源建筑 如房地产手杂里面曝光出来的 里面非常的详细的一个对话 他说他单亲妈妈都没有时间 因为蛮忙的 结果呢对方就回ok喜欢你 就喜欢你就是单身也是单眼皮 反正呢讲了很多都蛮曖昧的这些字眼 脸书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反正呢最后就是约他说 要不要一起可能是聚餐或什么的 最后他就提到说 有委婉拒绝了 包含为何不要喜欢你比较好等等的 这里面呢就有表明说 我都已经拒绝了 他还一直追问 请问这样叫做没有拒绝吗 所以呢他就说 如果你要告的话 曾言杰说那请你赶快来提告 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 跟他一样智障吗 所以呢詹江春才会说啊 当安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结果钟小平一直在绿媒一起嘲笑 诋毁韩国瑜 这种人能够不记恨吗 然后同时詹江春也回应了 要告就去告 我叫做独孤求告 好整体事件呢牵扯到后来 居然变成了这种 怎么会变成政治以外的案外案呢 好今天呢早上 钟小平真的就到北柬去 正是对曾言杰 还有詹江春来提出告诉了 也接受了媒体访问 我们来听听他说什么 他的po文就是讲说 叫我不要再对付阿伯了 那政党你也看到了 后面的操作的痕迹嘛 不管是陈志涵 不管是吴怡轩等等 所以我们是正面跟这个 跟民众党来作战 然后他们为了要救阿伯 那我们行使这个市议员的天职 来抓贪腐 来打击这个刀叉吃人肉的土地财团 我们是毫不畏惧的 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会坚持信念 来继续追查必然下去 因为那个大爷就说 追阿伯的话 你继续追的话 他就要反击啊 提出那种恐吓 我不理他嘛 他才有那个 他才有后续的一些动作 而且他最后是跟村长 跟特别是民众党的结合 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那我的名誉很重要 所以我们当然要提告 没问题 好啦这整起事件 演变到后来 又有更多人扯进来了 到底钟小平 有没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夺命连环空呢 先是这个民众党的 陈志涵跳出来说 钟小平1月3号的时候 也曾经连打三通电话给他 1月5号打到晚上12点 三天打了将近十通的电话 那通话的内容呢 不断的强调 你老板也就是说 柯文哲要你怎样怎样的 他疯狂打给我们 几乎是骚扰 我们是谁呢 还包含了黄静莹学姐 他也说去年选举的时候 曾经被钟小平夺命连环空 好那至于 有没有夺命连环空这件事情呢 四叉猫也扯进来讲 反正呢 他就是列出了 跟陈志涵曾经的一个 LINE的对话记录 反正就是有那种 打电话来没接 然后回复 请你回电之类的 四叉猫就认为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曾经被陈志涵学姐骚扰了 男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 好啦 这是案外案之后的案外案 至于呢 钟小平整起事件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他今天 暗铃提告 那曾妍杰呢 其实稍早时候也抱病的回应 他说怒骂钟小平说谎 诚信 糟糕的男人 还驳斥说有恐吓过钟小平 如果再批阿伯就对你不利这种话 那曾妍杰呢 最后就抢他说 敢不敢跟他一样发誓 如果有天打雷劈 全家出门什么什么的 反正就发了一个大毒誓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路上的影片 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说了一个谎 就要 后面要用很多个谎去圆 那举头三尺有神明嘛 人在坐天在看 既然你讲了一个谎 你就要用很多的谎去圆 甚至不惜要去 按铃申告来找台阶下 大家都知道嘛 反正你按铃啊 事情水落石出 还我清白 也是一年后的事情 早就已经试过境迁了 明代 很多人不是都喜欢用这个方法去诡辩 去去脚脱自己的错误嘛 其实啊 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啊 做错事 其实你道个歉就没事 而不是到处扯谎 我从来没有在 钟小平先生的任何管道 跟他说什么 我怎么再对阿伯不利 我就要出手什么的 我就纯粹很笨的截图 三张 讲演言的截图 当下按完截图 不小心全部传给他 那他秒读 三点五十二分秒读 我也秒收回 然后我就赶快 给我的朋友看说 你看怎么办 我把这截给他 包括民众党的许甫 还有那个 詹江春议员 还有我的粉丝群 全部都有看到这一段话 那我昨天也还原 我的当下 手忙脚乱的截图了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的就是传了 三张想演言的照片 就这么简单的事 然后你可以把他 就是把你自己乱亏妹 然后才约见过一次的女生 在晚宴上见过一次的女生出游 然后刚刚他是不是说什么 我骑18个小时当然要找人陪 你有毛病啊 你是孤独老人还是没朋友吗 你怎么会在 你怎么会随便找一个根本只见过一面 然后没有几分钟的人去陪你跑18个小时的行程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人的人格啊 可以从他的回答 他的 泰然自若的回答 看得出来他自己的 道德观是怎么样 然后你们也可以再想想看 刚刚那个记者说要撤谎的时候 他自己认了一下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在说谎啦 可是因为老人家嘛 不懂得低头认错 不想认错想到台阶下 只好说好来来来来撤谎 哎 综艺员哪 天打雷批啊 赶快回头 及时回头试案哪 还有不要再说你是什么证人君子 什么不 什么一生清白了 对于我而言 你就是一个公然说谎 想要霸凌一个 平民老百姓的一官禽兽 这句你也可以直接告下去 没有关系 因为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子 我真言姐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刻意故意 要对钟小平先生做任何的 因为阿伯去做任何的威胁或警告 我也没有传过任何的文字 去恐吓钟小平说 不准再对阿伯不利什么的 今天我敢发誓 如果我有传任何 因为要警告你对阿伯不利 我就要出手的这些话语的话 我马上天打雷批 全家被车撞死 你敢吗 你真的也要出门 你敢发这种事吗 不过我想也许你敢了 因为你说谎成性了 真的是个很糟糕的男人 我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缘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